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 我们持续在关注韩国科学家的室温超导研究的相关的复制实验的进展 即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结果 我只是2023年8月1日凌晨4点左右 那现在我偶然发现在2020年 我们第一期讲过的那位手撕交代者发现诺奖的科学家 盖姆曾经对这个室温超导发表过他自己的见解 我们看一下这个情况 这是在2020年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莫比乌斯论坛上的一个报告 当时数十位诺贝尔奖、菲尔斯奖、图灵奖等科学大奖得主 通过网络预测未来科技的突破 以及自己最关注的研究领域的进展 那么其中包括材料学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盖姆和诺贝尔化医奖得主斯特凡·黑尔 他们都认为 室温超导材料已经处于科技突破的前夜 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诞生 那盖姆我们前面说过 他就是手撕交代者发现了石墨西的这位牛人 那他告诉听众 他说室温超导性材料科学家 梦寐以求的这种物理性能 再被问到有没有可能制备出室温条件下的这种零电阻 他说室温超导材料的时候盖姆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他说室温超导材料一定存在 但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把它做出来 还需要做基础研究 也需要政府持续的给予资金支持 哪怕很多研究项目 实际上到最后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于史文材料的预测 实际上超导自从1911年 荷兰物理学家昂纳斯发现之后 整个超导在物理学研究里边 一直是处于一个非常热的位置 根据我和古克巴德的联合统计 为什么联合统计呢 之前我问了古克巴德 也检查了他的结果 发现一共有6次12位 获得过和超导有关的诺贝尔奖 大家看看我们统计的有没有错误 1913年我们之前说过 荷兰物理学家海克卡姆林昂纳斯 因为发现了液害的超流性 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时这个其实是造就了 发现广的超导 1933年 德国物理学家 瓦尔特麦斯纳和罗伯特 奥菲斯菲尔德 因为发现了超导体在磁场中排斥的现象 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7年 美国物理学家约翰巴丁 约翰施里弗和列安库博 因为提出了超导电信的BCS理论 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3年的挪威物理学家 伊瓦尔·杰弗和英国物理学家 布莱恩·约索夫森 因为发现了超导的随传效应 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到了1987年 德国物理学家 约翰内斯·高尔格·贝德纳尔和卡尔·阿里克斯·穆勒 因为发现了高温超导体 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2003年的俄罗斯物理学家 阿里克·谢·阿布里克·索夫 维塔利·金子堡和英国物理学家 安东尼·莱格特 因在超导和超流领域的理论贡献 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统计了一下 一共6次12位科学家 获得过和超导相关的物理学奖 当然这里边我是不是有遗漏 欢迎大家补充 那么可以看出来 超导研究确实是 物理研究的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你想想大家认知里边 电阻在一瞬间到了某个温度 它就不存在了 是吧 这多吸引人 所以在韩国的科学家 这位LK兄弟 我们讲LK兄弟 在他们公布了自己的超导论文之后 这短短的几天时间内 已经有很多国家的很多组织 投入了研发 那具体的数字呢 我们不好统计 但是呢 有一个网站叫Space Battle 它把这些复现韩国科学家的这个实验都列出来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看看都有哪些人在做这个实验 他们的进展怎么样 这是我们大家在持续关注的一件事 我们看一下 这是这个网站的情况 它网站叫一会我会列出来 叫SpaceBattles.com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网站 我是刚刚注册的他的这个用户 因为不注册用户的话 有的是没法看到的 那么这位叫古德利安第二的用户 他说据我所知 所有正在进行的复制工作 汇编了一下 另外他也做了个声明 只是他个人的汇编 我们就用他的材料来看 第一个是阿贡国家实验室 美国的 我们在昨天前天都说过这家实验室 他们对韩国科学家的研究是不屑一顾的 当时评论什么呢 他们表现像真正的业余爱好者 那么这个阿贡国家实验室的理论家 麦克诺曼说 他们对于超导性能了解不多 而且他们提供的一些数据的方式很可疑 另外他还说呢 他给自己留了点后路 他说阿贡和其他地方的研究人员 已是在尝试复制这个实验 这里的人正在认真的对待他 并努力的把它培育出来 这是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 他对这个论文是持一个非常疑惑 或者基本上是否定这么个态度的 我们就不看他相关链接了 第二个呢 也是我们昨天谈过的是南京大学的物理学院的实验室 那么他们也认为啊 这个结果和阿贡国家实验室也是类似的 也是基本否定了这个实验 当时呢 这个也是有相关的这个说法啊 包括南京物理大学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教授 温海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啊 说这个事很热闹 不奇怪 但是这件事确实很重要 但是他们对于目前论文给出的数据 和他们正在做的实验 也表示持一个谨慎悲观的态度 那另外一家呢 就是更热的一个 就是华中科技大学的 他们在做的实验 那么他们认为呢 部分成功 他目前这个信息的来源啊 是一些微信的截图 这截图呢 我在国内的媒体也看到过 一个是呢 他们复制出来这种材料 并且呢 对他的样品啊 进行了词画率的测试 获得了和纸面一样的结果 就是论文里边的部分数据 他们是基本认同的 但是还没有观察到麦斯达效应 或者悬浮 或者呢 就真正的这个零电阻 这是华中科技大学 第三个 那么第四个呢 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这个呢 是最早 爆出来的 就是说在做这个实验的 那么也是在知乎上 发了很多的 截图 我们在之前第一次就介绍过 这家机构 那目前呢 这家机构也没有公布 他的结果 但是他没有明确的 否认 那只是说 这个实验还在做 很多人都在做 我们还没有出结果 再往下呢 就是印度的 印度这一家 在网上也很火 有媒体都采访过他们了 但是什么呢 是印度国家物理实验室 那么印度国家物理实验室的 这位专家呢 他认为 韩国科学家的实验 是基本可行的 基本符合的 那么他们第一次呢 失败了 失败之后呢 他们又和论文的原作者 李时辈先生联系 经过邮件沟通之后呢 特意按照这个 原论文作者的这叮嘱啊 改进了实验 他们目前呢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就制出来的东西 另外呢 测出来这个电阻的问题呢 就是还没有发现 就是超导性的 那个零电阻没有发现 那么这个 就麦斯大效应啊 也没有发现 但是呢 他们完完整整的 已经两次 制出来的东西 是他们肯定 他们制备出这个东西了 那以上这几家啊 我们说阿公国家实验室啊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啊 包括这个华中科技大学和 中科院物理所 以及这个 印度国家科学实验室呢 这就是这个网站 统计的国家级的单位 就工家在做的 那下面呢 就是一些个人的业余爱好者 这个呢 就更有意思了 给大家看一下啊 那这里边呢 第一个叫 安德里 麦克里普啊 这个哥们 很多关注 推特朋友都见过 他的推特 他在推特上呢 也是在 他个人今天买这个 明天买那个 有的买回来 还没有 没有到货等等 很热闹 那么他在推特上啊 是有他的 这个链接的 到时候我给大家放出来 他还没有出结果 另外呢 就是叫孙悦啊 实际上是东南大学的 一位教授 他在这个 Bilibili啊 B站上直播过 他的合成过程 他对这个事情呢 也持一个基本悲观的态度 他合成过 并且呢 把相关的这个合成完的这个材料 比如做了X射线演射啊 对磁化强度的测试啊 发现呢 目前他这次合成的过程来说 是失败的啊 再一个呢 就是半导体物理 这也是一个知乎的一个用户啊 那么他也做了合成 也有一个具体结果 那么往下面的话呢 比较出色的 我们关注这位叫 观山口男子技师 也是B站的 他也直播过 他说他也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工作 哎 他呢 他有很详细的这个图片啊 还有合成 那么他通过他的微信啊 还有社交媒体也发过一些东西 我们看一下他发的东西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 就是个人实验里边这些东西 你看他说什么呢 他说抗磁性是有的啊 比较弱 零组就是电阻的那个零组 零电阻没有 那整体呢 就是一个半导体的曲线 估计呢 如果有超导像 也是微量的超导杂志 不能形成连续的超导通路 那他下面 他他也提醒大家啊 就是说告诉那些微相关的朋友 不要被误导 他只是做这么实验 和真正的被认证这次实验 还有很远的距离 那么他当时呢 也公布了他的曲线啊 他就是说 抗磁性有比较弱啊 就是说他讲这个 他实验结果 整体呢 就是他这次合成了 性能呢 不像韩国科学家论文里面的内容 哎 这是啊 中国的一位叫观山口 男子技师在推特上发的东西 呃 当然了 这里边啊 其实呃 比较火的呢 是 这位啊 叫Alice Alisandla 是一位俄罗斯的自称是分子生物学家的一个 业余超导爱好者 他装备很全 哎 他也在合成 他在推特上 也有他自己的很详细的直播介绍 我经过最近几天啊 这个拼命的做工作才知道啊 每一项工作都有自己独特的黑化 比如说我比较熟悉的啊 我周围很多朋友是做这个 这个摇屏的 摇屏很多朋友不知道干什么 哎 有机合成的 他们叫摇屏师 职业摇屏师 就是拿那个视频来回摇 摇屏师 超导研究的 您知道他们外号自称叫什么吗 叫烧炉子的 有意思吧 烧炉子的 就是现在的这个 从啊 就是上一位八年代那位辉诺将 获得着开始啊 就是这个新的低温 高温超导的合成线路呢 就是陶瓷 就是用各种各样的陶瓷来实现超导 陶瓷怎么实现啊 哎 就各种材料在炉子里烧 所以他们自称是烧炉子的 哎 那我们这个电梯行业啊 我之前是干电梯的 大家知道电梯行业 知道是黑话还是叫什么吗 哎 就是大家说的那个最常用的黑话 入坑入坑 入坑指的就是进到电梯里边了 电梯有什么坑啊 电梯下面有个底坑 哎 电梯到平层之后啊 他下面有个维修空间 有个缓冲器 那是个坑 术语叫底坑 电梯底坑 PIT 所以呢 干电梯的人就是入坑了 那是真正的入坑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吧 他是有一些黑话的 那么这位啊 叫艾利斯亚迪珊德拉 他他的推特啊 一直在公布 我们看一下他的推特啊 这不是他的推特啊 他推特我还关了啊 没关系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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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推特啊 看到推特了 这是他的这个合成过程 哎 他合成了好几次 他也真正的合成到了啊 那么他的合成过程呢 也很有意思 一直在推特上直播 呃 那么这里边啊 有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 他发的 po的这个图片 呃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翻译 呃 那么 对 讲了他的这个家人 各种各样的情况啊 从这个里边啊 从这个推特上 我们看到的 除了科学 除了一个狂热的业余爱好者啊 一个 非凝聚在科学家的这个 呃 热情之外呢 也看到了很多 生活有关的这些趣闻啊 这是一位俄罗斯的科学家 叫自称啊 分子生物学家 亚历山德拉啊 他的这么一个介绍 回到观山口男子记事里边 他的这个评论 我觉得呢 还是比较中肯的 哎 因为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呀 韩国人很有可能啊 隐瞒了一些东西 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们应该隐瞒了一部分核心工艺 你看他说什么呢 他说不算失败 可以肯定韩国人基本没撒谎 但是他们应该隐藏了一部分核心工艺 他们做出来的样本的超导项含量应该更高 哈哈哈哈 讲到这儿啊 就回到了我们第二次讲这个十分超导这个话题 我们是以平常人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事情 我们都是普通人 我们撒谎的代价其实并不高 我们也成不了网红 对吧 但是那些有了一定社会基础的 比如你是这个行业内的知名博士 并且你在你身边的也有相当的 同行在参与到里面 就是你们真正把这事做成个事业了 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他那些曲线都是假的 我实在是没法想象 所以呢 在我们刚才看的表里边 有很多国家的 也有个人的 他们没有做出结果来 就断然否定了 或者是基本否定了 韩国LK这两位兄弟 他的合成过程 我觉得呢 确实还是有个粗状 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人的感情因素 就回到我们前面说的 那位诺贝尔这个物理学奖 诺贝尔这个物理学奖获得者 就是手撕 这个交代 发现石墨西的那位大牛 是吧 他说的话 他说一定 他坚信史文超道题一定会发现的 那么呢 他也不会嫉妒那些发现这个的人 因为他已经站在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高度 而其他人面对别人可能获得的突破 你说能没有嫉妒吗 能没有羡慕嫉妒恨吗 哎 要是我是会有的 你说呢 那好的 这就是啊 截止到2023年8月1号凌晨北京时间啊 哎 这个超道 关于韩国这次史文超道的进展的一些通报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 特别喜欢那些专业的朋友 喜欢挖室的朋友 在我下面留言 欢迎您拍招指出我的不足 咱们下期再会 拜拜 哎 加个话题啊 不能拜拜 我呢 这两天正在准备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超道的 我最近一直在做功课啊 把这个超道啊 从古到今 我们对磁体 磁铁垫的这些东西呢 我自己做一个小节 也给大家讲一讲 题目呢 这个系列呢 基本上叫细说超道 详细的系 细说超道 我希望我能把它做出来 这两天正在准备资料 希望大家呢 到时候捧个场 拜拜 拜拜